這個冬天,如果大家再來哈爾濱 將會看到規模更大冰雪王國 確實河南來說的話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 兩腳一踩就是琴磚漢瓦 我們常常說 左手一直是太陽,右手一直是女涼 電視劇《我的阿拉泰》 我體會這部電視劇之所以打動和吸引關注 是新疆綺麗的自然風光 濃郁的民族風情 還有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從年初火爆的爾濱到最近出圈的阿勒泰 如今各地文旅都在放大招吸引遊客 文旅熱如何熱得更久 如何提升遊客的文旅體驗 如何推動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 在國新辦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列發布會上 各地主政者直面媒體通過這些回答 我們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讓這個追著文物遊陝西 跟著演繹遊陝西 送著詩詞遊陝西 等成為潮流 目的是努力把西安遊客的流量更多地轉化為全省的流量 這個流量是流下來的流 和產業的增量 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 市女首辦 這些文創產品都非常受大家的歡迎 應許博物館新館 近3000件珍貴的文物 今年是首次展出 讓大家通過這一片片的甲骨 一件件的青銅器 更好的觸摸歷史 雲南是一個可以讓時間慢下來的地方 你可以捧一杯咖啡 泡一壺 托爾 我們正因地制宜地發展 鄉村旅遊 康阳旅遊 跨境旅遊 體育旅遊 研學旅遊等業態 不但創新旅遊產品的新供給 更好滿足游客 高品質 多元化的需求 提挡升級 冰雪大世界 亞布林 雪香等重點景區 今年 冰雪大世界 除冰量 已經超過了 20萬立方 是去年規模的 近三倍 這個冬天 如果大家 再來哈爾濱 將會看到 規模更大 更有文化感 更具國際範的 冰雪王國 我們要提升 獨庫公路 G219 伊昭公路 阿河公路 等特色 風景道的品質 打造國內 頂級自駕旅遊線路 針對 三西旅遊景點 面比較廣的問題 我們花了七年 我們花了七年的時間 大造 太航 黃河 長城 三個 一號旅遊公路 總長是1.3萬公里 到今年年底 會全面建成 會全面建成 我們也熱誠地 歡迎大家 走進表里山河 靜下美好生活 修路架橋 完善快旅漫遊的交通體系 和旅遊接待的配套設施 於是講 今年 川青鐵路 城隍段 建成通車後 成都到九寨溝的通行時間 從十個小時 會壓縮到三個小時 早上獨江宴 下午九寨溝 將變為現實 我們堅持以遊客為中心 全力建設旅遊誠信省 著力提升旅遊服務設施的現代化 管理的智慧化和內容的人性化水平 努力讓每一位來江西的遊客 不僅陶醉於絕美的山水之間 更能夠享受到安全舒適優質高效 暖心爽心的旅遊服務